大家好,这里是404书院,告诉大家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 方志明这个名字,对于1949年之后的几代中国人都不陌生。 他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曾被选入大陆的中小学课本, 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热血沸腾。 方志明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残酷是激进疯狂的。 他曾在江西老家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和处死所谓的地主, 自己的亲叔叔方宇田,也曾绑架美国传教士夫妇, 索要巨额赎金,被拒绝后将两人斩首。 1931年11月,中共在苏联人的权力资助下, 在穷乡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是赣南和闽西两块叛乱根据地。 全盛时期也不过有21座县城, 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 这些地方多为老少边穷,军阀们都懒得哄抢之地。 这是中共根据地能够得以建立的前提。 但是国家的顺利运转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 靠苏联人给的卢布建国可以。 要维持温饱外加持续作乱就有点困难。 中共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 甚至还发行过所谓五次围攻决战公债。 但是面对一堆穷人发债效果可想而知, 而当辖内仅有的乡绅也被榨干后, 走投无路的红军领袖们和如今的索马里海盗殊途同归。 想到了同一条道路——绑票。 方志敏在1931年当选为苏维埃政府干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 这个财政部长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 方志敏出场绑票生意的甜头是在1930年。 当年7月,面对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 中共干东北特委书记唐在纲建议方志敏领导的红石军骑袭距离不远, 守卫空虚的有钱贵之称的此都景德镇。 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 两天之内清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 这次行动斩获颇丰, 除了留下干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 仅送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足金两箱, 白银48箱。 此外, 方志敏此行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 并将他们押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干东北省省会, 葛元, 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的家人的巨额赠款后, 据方志敏女儿后来回忆, 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 这些外国商人才得以释放。 但是对自己的同胞, 方志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在景德镇富甲一方的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山家产被轰抢一空, 本人也被方志敏无情地砍了脑袋, 谋财害命, 杀鸡取卵, 这可能是当今的索马里职业绑匪们所蔑视的。 但对于革命者而言, 这简直是伟大的事业, 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 中等人不要慌, 下等人来相帮。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榜票生涯中最辉煌的, 两节念巴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 位于浙江省瞿州江山市的念巴都自唐朝开部以来, 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 1932年6月, 方志敏顾忌重施, 属下的广风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 奔袭念巴都, 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 不匹, 县阳等数万元的财物, 还把未逃走的地主, 商人及其家属共200多人绑回根据地, 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 让其通知这200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 根据渠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念巴都见闻记载, 事后谢圣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 每人挑着800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 但有些人赎回来了, 有些人一如既往地被撕了票。 最悲惨的是, 两个月后, 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念巴都, 再绑架地主和附身30多人为肉票。 经过这两次洗劫, 念巴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谷小镇至此萧条, 再无恢复。 1934年10月, 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 无力在根据地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只能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仓促败退, 为牵制国军, 给主力部队的撤退留出时间和空间。 中共将红旗军和红石军合并, 组成新的红石军由方志敏领导, 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仙遣队, 但这支所谓的抗日仙遣队并没有奔向有日本人的北方, 而是静止朝东, 往根本没有日军的安徽。 福建, 浙江方向如丧家之犬一般仓皇出逃。 1934年12月6日, 抗日先前对下属的红石九师在师长巡淮州的带领下, 占领了安徽京德县城。 在此, 红军领袖们顾忌重施, 抓获了在此传教的美国人施达能夫妇和他们年仅两个月大的女儿海伦后, 在往昔惊艳的鼓舞下, 以为大好的生意又来了, 立即要求施达能夫妇传信上海教会总部, 两万大洋前来赎人, 但是这群自以为有信仰的绑匪遇到了更有信仰的基督徒, 施达能在写往教会的信中丝毫不提赎金, 只是淡淡地写道,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体上, 现今也照常显大, 在施达能夫妇被绑架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了帮凶和看客, 三个伟大的中国普通人出人意料地成全了中意, 在两天的时间中演出了一本完整的《肇事孤儿》, 被绑当日深夜, 婴儿海伦受惊啼哭, 看守的红军士兵极为不满, 建议杀之, 一个同被关押但即将被释放的中国无名士挺身而出, 则问士兵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 士兵怒问道, 你愿意替他去死吗? 不久, 此人慷慨成人, 但婴儿海伦由此幸运存活, 摘自慷慨成人, 殉道的施达能夫妇, 1935年中文版, 次日, 先前对押戒着被捕获的人员集结略的大量物资前往庙手镇, 在得知施达能夫妇无意向教会申请赎金后, 师长寻怀周恼羞成怒, 在庙手镇举行群众大会, 欲将施达能夫妇斩首示众, 即将行刑之时, 一个当地的基督教徒张施胜突然冲入刑场, 再三恳求红军不要杀害施达能夫妇, 红军随后从张施胜的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 于是, 寻怀周便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为名, 将张施胜和施达能夫妇一起斩首, 摘自京德县至兵士济略, 1992年版, 12月9日下午, 躲藏在山上的另一名中国牧师卢克州前回庙手, 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海伦, 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施达能夫妇的尸体, 买了两幅棺木, 将其安葬, 卢克州带着海伦和施达能在妙手写的遗书, 步行北上, 沿途寻找儒母未捕海伦, 最终将海伦送到山东济南, 交其外祖父母, 这段貌似普通的历史, 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眉与丑的典范力, 残忍与仁爱, 伟大与渺小, 卑微与崇高, 无一不在灵力的对质, 施达能夫妇遇害一案, 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影响绝不亚于, 号称民国第一大绑票案的临城大结案, 在美国政府和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国民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 抽调大批军力, 全力围剿方志敏部, 从直接责任人的角度, 红十九师师长寻怀周无疑逃不脱干系, 但是方志敏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 恐怕就更难逃刽子手的名声, 方在被俘后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专门有《我不相信基督教》的一节, 方志敏学生时代被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 在江西九江的教会学校求学一年, 在方志敏参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发动行政公开, 推翻专制腐败校长的罢课请愿等活动后, 教会学校仍然没有开除他, 但方志敏似乎对此毫无感激之意, 他写道, 所谓上帝的传道者, 神父教士们, 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 他们到处造大洋房, 开办学校医院, 实行许多假人假意, 小恩小惠的事情, 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 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 像我这样相信科学, 相信真理的青年, 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所以从方志敏的表态来看, 无论是他还是不下寻怀州, 谁下命令杀害了施达能夫妇都不奇怪, 民国政府把这两人作为私票事件的头梁, 耗一犯, 实属罪有应得, 寻怀州在杀害施达能夫妇后不到五天, 就在太平县潭家桥伏击战中被击毙, 所不流离失所, 损失惨重, 方志敏率红石军胜余部队被迫向敏这干边界逃窜, 禁至江西淮玉山地区时被国军包围, 经七天战斗, 这支从未与日军照过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少不突为外, 主力基本覆灭, 红石军军团长刘仇熙, 红石九师继任师长王如痴被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 红石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 在玉山县龙首村金竹村的一个柴草堆中被抓获, 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的传教士在寄给上海教会的信中这样描述道, 对屠杀师达能牧师夫妇事件须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 已遭政府逮捕, 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 一姓王, 一姓刘, 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 成千上万居民为官, 使整个城市兴奋起来, 三人后来均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35年8月6日, 方志敏在南昌被执行死刑, 如果您觉得有所收获, 麻烦帮忙点赞、转发、订阅, 谢谢收看。